首先請丁曉雯老師 請做講評 好 首先講建復 建復今天我覺得有一點點浮躁 覺得不是那麼穩定的在台上 所以今天拍子比較不好 尤其那個 你不愛我無所謂那個地方 我無所謂就是我的安慰 拍子一直都在搶 而且轉音完全都沒有唱到 你不愛我無所謂 你扮傷我無所謂 王室就是我的安慰 所以我就覺得 以建復的這個唱歌的實力 不應該耶 今天可能是那個歌中劇的那個部分 因為它走位比較多 很多的情緒跟動作 讓你有一點點分心 所以這個 還是希望你趕快把你的寶座奪回來 好不好 謝謝老師 然後秀琴 哇 真的放得開 我覺得你不僅要返回這個歌手的身份 還像這個唱跳歌手 動感歌手的這個目標邁進 其實很不容易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又唱又跳最困難 尤其這邊這個歌它還有性感 雖然今天辣了一大段詞 就是顧了這個就辣了那個 但是秀琴 今天不管成績如何 今天這個舞台上 你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謝謝老師 其實觀眾朋友 可以看出你跟努力 努力在為這個節目付出 這個就是最大的成績了 來 林隆璇老師請 秀琴我是第一次聽你唱歌 我覺得你有那種天生的聲音 是與眾不同的聲音 你那一張口其實就跟人家是不太一樣 相當獨特 我覺得選歌選得相當好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你這樣子的裝扮 跟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我真的很驚豔 因為我覺得 你就是把那種小巨蛋的規格 帶到舞台上來 那我覺得非常恐怖 可以在這麼短時間 這樣做這樣的表演 我是相當肯定 可是相同的就是我覺得 可能 因為可能你要做這個表演 所以你花很多工夫在跳舞 在練舞 在不斷練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歌詞 是我們在評審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因素 如果漏掉一個字 很可能就會扣一分 可是剛剛你漏的蠻多的 整個表演來說 其實是很棒的 但是其實很多的分 是扣在歌詞的部分 這個部分要特別小心 好 OK 我相信他應該知道 不然他不會哭得那麼傷心 這個現在哭還是現在哭 等播出去就哭更慘 都很努力啦 但是有缺點我們自己要改進 也不能當作藉口 我們會給你鼓勵的動力 但是我們還是要 也實事求是嘛 接下來我們來看他們兩位 表現的分數 首先看王建復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看到王建復在這個階段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80 86 87 88 小數點繼續跑 88點 恭喜得到88.8分 888 接下來我們要看 今天的 這位很緊張的 性感女王 對 秀琴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非常努力認真的秀琴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70 80 80幾分呢 86 87 88 目前同分 小數點是光劍 88.1 2 還有沒有 88.2分 不管怎麼樣 觀眾朋友一定會感受你們的誠意 謝謝兩位帶來精采的表演